1945年8月 重庆的天气炎热的不行 九龙坡机场却人头攒动热闹的不行 除了庆祝日本投降的喜悦之外 还要在这里迎接一个大人物 28号下午3036分 一架专机下落 毛主级一行人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主席简单的发表了讲话 面对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本次是应国民政府蒋介石先生之邀 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 暗流涌动的重庆谈判就此开始 战乱多年 和平已经成为民心所向 但是蒋介石怎么甘心无法赌掌大权呢 原本邀请毛主席前来谈判 他就是笃定毛主席不会来 想要将破坏和平锅甩给我党 可如今人真的来了 蒋介石到底有何底牌 此次谈判到底都谈了一些什么呢 毛主席到达的当天 蒋介石特意办了一场小型欢迎宴会 两个人时隔十几年再一次见面 上一次见面时 蒋介石还是国民革命真的统帅 毛主席当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 担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一年之后国共决裂 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毛主席知道蒋介石的小九九 谈判只是一个幌子 却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在延安早就已经对谈判的事宜 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蒋介石却没有预料到他真的会来 匆忙的开会临时讨论谈判的内容 最后给出了三条方针 一是谈改组政府问题 要基于国民政府的框架来谈 二是不能具体问题具体谈 不许一下子解决全部问题 三是一切问题都要在军政令统一的前提下进行 简单理解就是 老蒋想要国民政府一切不变 其他的都要我党来妥协 明显毫无谈判的诚意呀 我党为了表现出诚意 提交了关于谈判的十条意见 为了和平愿意做出重大的让步 不仅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还有国民党的政权 直接放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 只是要求参加政府 蒋介石对于我党的意见不屑一顾 还说出了脑筋深受刺激这样的话 谈判最重要的就是底牌了 在无数次的博弈当中 要知道对方有什么底牌 情报的准确在谈判当中也显得至关重要 毛主席早就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情报 蒋介石在军队上的底线是让到16个时 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不到7% 而毛主席谈判的筹码就是当时的解放区 已经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军队人数更是高达了120万的规模了 这些成绩都是无数共产党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 毛主席怎么可能拱手让给蒋介石呢 看到协商多次都没有结果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些急了 为了让重庆谈判尽快有个结果 态度强硬的要求毛主席承认国民党统一 要不然就谈判破裂 也传达了蒋介石谈判的底牌 说是可以让他做一个省长 毛主席来了兴趣 问了一句哪个省啊 赫尔利给出了答案 新奖 文言毛主席哈哈大笑 老蒋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毛主席坚决地表示 我们的态度就是不承认也不破裂 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只能空手回到了美国去输职了 蒋介石有些不耐烦了 但是必须拖着毛主席 让他待在重庆 接口养伤 将谈判的任务交给了别人 带着夫人宋美玲去旅游敬仰了 就连做戏都懒得做全套了呀 于是毛主席将离开重庆提上了日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彤彤 我们下期再见